歡迎收看 《輪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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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看它是成功 怎麼看是失敗的 吃 吃一口 來 來 來 吃一口 第一個 我們剛才就跟臭豆腐一樣 第一個 它的味道是不是酸香味 第二個 從顏色的變化 它是不是有黴菌的黑點 你如果觀察的時候 有一點點的趕快撈掉就好了 如果已經黑點一點點沒關係 趕快撈掉 它就會穩定 再加一點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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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整個都黑得超過一半 而且那個味道已經是 腐敗的味道 那整缸就壞掉了 我讓大家聞聞看這個味道 這就是成功的味道 甚至你沾一點那個湯汁來喝 它是酸甜的 好香 好香 不刺鼻 對 不刺鼻 很溫的 嘉醫師你喜歡這種酸酸的嗎 酸白菜很好喝 還不錯 對 又很好吃 真的又很好吃 等一下大家可以吃吃看 我切一小塊 大家可以就直接吃 這個發酵好了 我們要吃你炒菜的 也可以炒 你待會兒要做那一道叫什麼 等一下我們用這個東北酸菜 來炒一個 黑白菜這樣子 黑白菜 黑白菜 對 上天我們不吃酸菜白肉鍋 我們做一個乾的 但是食材基本上 跟酸菜白肉鍋的食材差不多 一模一樣 所以叫黑白菜 這個白的就是金針菇 還有五花白肉 黑的就是黑木耳絲 就這麼簡單 好 我們就可以把火開了 這個五花肉先炒 因為大家都知道 酸白菜配五花肉最好 味道最合 我們也不要太多油 一點點就好了 就是讓它一點點油爆一下 而且五花肉 油還會再出來 對 油會再出來 所以我們就大概買五花肉片 肉片 把它稍微這樣炒一下 好 這個就是給它炒一下 把它炒出這個油 這個請凱雲幫我一下 好 我來切這個 我們剛好抓住一把這個 你看已經做好了 那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脆不脆 剛才凱雲說要給大家聽聽看 這個真的很脆 因為切上去 你看那個聲音 就燙燙的 等一下可以直接 這樣就可以生吃 其實可以當涼拌菜 你就切這樣一絲一絲的這樣 而且因為它在 發酵的過程當中 我們是加鹽 所以基本上做這一道菜 就不需要另外一道菜 對 你看我今天 只有加一點點油跟辣椒 其他什麼醬油 鹽巴 糖 都不加 對 但是我覺得比較特別 你這邊還放了蓮藕 所以你今天這一道 黑白菜裡面 就加蓮藕 沒錯 因為夏天也是水生植物 比較去燥 去我們講的很熱 所以加一點蓮藕 其實也是可以補充它的營養 對 蓮藕事實上 我們在講說 我們要吃發酵的白菜 是吃它的好菌 剛才之前我也跟大家分享 你吃好菌 有點養好菌 所以我必須要給它 多一點的益生植的來源 實際上我們今天要搭的 金針菇 盆抹機也都是益生植的來源 蓮藕也是 蓮藕一般來講 它除了這個特殊性之外 它還有一個維生素P的植化素 它可以保護我們的黏膜 所以夏天有些小朋友 很容易流鼻血 對 摳一摳它就流鼻血 對 這時候我們給它 多一點維生素P 它可以促進黏膜強化 它有這樣子的功效 所以你把它擺在一起吃 事實上都照顧腸胃道 也照顧我們的黏膜性 而且它口感又脆 對 好 我看王老師這邊特別燥了 剛剛滷水 酸白鍋裡面的滷水出來 我們把蓮藕給它加幾片下去 這蓮藕處理的過程當中 有需要注意什麼嗎 其實就是我們挑矮胖矮胖的 因為矮胖的話 它這個肉會比較厚 我們把它加進去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 酸白菜切成絲 它最後加對不對 對 最後加 因為它這本來就可以生吃了 我們把其他的料先炒熟 跟肉把它炒熟 我們就把這個滷汁 可以加一點 我覺得范醫師好感興趣 好感興趣 不喜歡吃那個酸白菜 所以我們就可以這樣子 把它拌一下 好香 那個酸味 你看 聞到 聞到 就聞到了對不對 口水都會不自覺地出來了 對 這有很多人能 出進香花液的分泌 很開胃 而且我們這樣子的話 你看我們這個高鮮的東西很多 你即使吃到一些五花肉 也不用太擔心 對 把它燜軟 燜熟了之後對不對 我們就可以把那個蔥綠 蔥段把它加進去這樣 我們今天準備的蔥非常多 非常多 對 其實多吃一點蔥也是 辛香料好的 對 我們把它這樣拌一下 把它蓋鍋大概燜一下下就可以了 因為這肉片已經都熟了 你會發現這個時候 如果你覺得像一般在炒 你酸菜如果像我們自己做很多 對不對 你可以再多加一點沒有關係 讓它酸菜的分量多一點 你看我們這就是乾的 酸菜白肉鍋 所以冬天可以吃酸白鍋 夏天也可以用炒的 對 如果你如果要吃火鍋的話 其實你加高湯下去 就變火鍋了 對 它比較不適合到涼拌菜 因為它比較鹹 酸一點點 但是它如果用在料理當中 倒是滿適合 也不用另外加鹽吧 對 也不用 所以如果你只要當涼拌菜 你就要拌其他的一些食材 你可以用一點水果片 你可以把它拌在一起變成 用它的酸鹹味 就不用再加其他的調味 好 這樣就可以了 我們夏天版的酸白鍋 對 夏天版的酸白鍋 這個也很適合在便當 因為它這個酸酸 鹹鹹的很開胃 你看這樣就很快就上一道菜 所以都聞到香氣 滿滿的都是膳食纖維 我們來吃吃看 這個吃完的黑白菜很炒 有沒有 你看那個白菜還是脆脆 醬酸 加熱還是脆的 烤 而且連木耳都是脆的 口感非常好 非常好 你看我們沒有加鹽 沒有加糖 沒有加其他醬油 味道就正好 對 剛剛好 觀眾朋友 趕快來聽阿嬢 來跟我們說看看 好 跟大家報告一下 這個東西呢 客人 你給我看看 晶瑩剔透有沒有 而且Q彈有勁 吃下去酸香十足 口感豐富 重點是裡面還有 天然酵母 這麼好吃要去哪裡找 跟你講 找王明翁老師 真的好吃 大家真的可以動手做做看 而且你不會 發現我們炒五花肉醬也不會油膩 不會 其實我發現 你就把這些蔬菜 而且發酵的蔬菜一起炒 它也會把油膩去掉 而且還不錯的就是 因為它是發酵食物 我們提到說 益生質需要一些 其他的膳食纖維 剛好全部都在裡面了 而且發酵食物 我們認為說 高翁好像會讓它不見 也不見得 不會對不對 對 所以我們剛才講 就算是死菌 它還有死菌的功效 對調節我們的免疫力 還是有相當的功效在 其實這個道菜裡面 王老師一直很強調 這個膳食纖維 膳食纖維就是指說 小腸不能吸收的 多糖體 纖維素和木質素 這三個東西 重點就是小腸不能吸收 所以在以前我們認為 纖維素是沒有營養價值的東西 因為它小腸不能吸收 你要吃它幹嘛 結果後來我們最近才發現說 原來這些膳食纖維 到大腸會被分解出一些有益的東西 所以我們現在的膳食纖維 把它分成兩種 一種是水溶性的膳食纖維 一種是非水溶性的膳食纖維 水溶性的膳食纖維它有幾個好處 你看看 各位如果你去看一些 市面上一些營養食品 你會發現 水溶性的膳食纖維 它會跟你講說 可以調節血糖 可以調節血脂 你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會這樣 沒有什麼 因為它就是會跟那些 比如說你吃進去一些 糖分的東西有沒有 這些水溶性的膳食纖維 會跟它混在一起 會降低它吸收的速度 就好像它原本 假設它是一個高GI的食物的話 它會變成 因此變成lowGI的時候 你的血糖就會變得 比較穩定一點點 另外這些水溶性的膳食纖維 會跟你那個膳汁 會把你膳汁吸附在一起 人體代謝膳固醇最大最大的原因 就是因為你的膳汁的關係 所以你這個水溶性的膳食纖維 會把你腸胃道裡面的膳汁吸掉 所以就會降低你的膳固醇 那非水溶性的那個纖維的話 一般來講就是會吸水 它沒辦法融在水裡面 它就會吸水 它可以增加你分辨的體積 它可以制定你腸胃的蠕動 所以非水溶性的膳食纖維 主要是針對大便的形成的關係 好 那我們聽到很多的益生菌等等 通常你會怎麼樣 提醒大家有哪一些點要特別注意